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小猪铺满一推出引起热烈讨论 台南市蔡英文竞选总部发言人邱莉莉表示 今年再度推出小猪铺满 即日起全国竞选总部就会陆续配送小猪铺满到各县市总部立委参选人服务处 开放给民众索取 春满送回后总部会赠送由蔡英文亲笔签名的小猪铺满作为纪念 继2012年总统大选三只小猪的旋风 我们今年也推出了小猪的铺满一共有三种颜色 那在从今天开始到在竞选总部还有各公职的服务处都有小猪的索取 那希望我们每一位好朋友把小猪喂满了之后 送回来竞选总部或者是各公职的服务处 那么我们会送给你一只纪念版的蔡英文签笔签名的小猪做纪念 秋莉莉指出今年还特别新增许愿卡活动 民众可在许愿卡写上对蔡英文未来政策上的建议或是祝福 另外一个栏位写上基本资料 总部会将政治现金的收据寄回给民众 那另外我们这次有发行一个祈愿卡 我们希望每一位好朋友把小猪喂满之后 把你希望蔡英文主席 他未来对台湾的任何的政策的建议 或者是祝福我们会把祈愿卡放到小猪的里面 那另外一个栏位就是把你的基本资料写上 我们会记上政治现金的收据 全民动起来我们希望每一位台湾的民众 都当我们点亮台湾的种子 蔡英文男士竞选总部强调 支持者的小猪铺满回收作业 会用流水编号编码 并依序放入塑胶栏中 且所有灯载过程严谨且透明 务必让支持者每笔小额捐款都能转化为动力 记者林佑村台南报道